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特别的日子 但是对我来讲 我期待这一天 很多年了 最近一直在想 在这个会上 跟所有的同事 朋友 网上 所有的合作伙伴 我应该说些什么 大家很奇怪 就像姑娘派的结婚 新娘子到了结婚这一天 除了会傻笑 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们 是非常幸运的人 我其实啊 在想 十年前的今天 是SARS 在中国 最危险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信心 大家不看好 未来 阿里人 十几个年轻人 一起我们相信 十年以后的中国 会更好 十年以后 电子商务 会在中国 受更多人的关注 很多人会用 但我真没想到 十年以后 我们变成了 今天这个样子 这十年 无数的人 为此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 为了一个理想 为了个坚持 走了十年 我一直在想 即使把今天 阿里巴巴集团 百分之九十九的 东西拿掉 我们还是值得 今生无悔 更何况 我们今天有了 那么多朋友 那么多相信的人 那么多坚持的人 其实自己在想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有了今天 是什么 让马云有了今天 我是没有理由成功的 阿里也没有理由成功 淘宝更没有理由成功 但我们今天 居然走了这么多年 依旧对未来充满理想 其实我在想 是一种信任 在所有人 不相信这个世界 所有人 不相信未来 所有人 不相信别人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相信 我们选择了信任 我们选择 十年以后的 中国会更好 我们选择相信 我的同事 会做得比我更好 我相信 中国的年轻人 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二十年以前也好 十年以前也好 我从没想过 我连自己都不一定相信自己 我特别感谢 我的同事 信任了我 当CEO很难 但是 当CEO的员工 更难 我从没想过 所有在中国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 缺乏信任的时代 但居然 你会从一个 你都没听见过的名字 文乡是女人 这样的人上 付钱给他 买一个你可能 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经过上千上百公里 通过一个 你不认识的人 到了你手上 今天的中国 拥有信任 拥有相信 每天2400万笔 淘宝的交易 意味着在中国 有2400万个信任 在流转着 在座 所有的阿里人 淘宝 小微金服的人 我特别为大家骄傲 今生跟大家做同事 下辈子 我们还是同事 因为是你们 让这个时代 看到了希望 在座 你们就像中国 所有的80后90后那样 你们在建立一种 新的信任 这种信任 就让世界 更开放 更透明 更陡地分享 更承担责任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您是否一直在寻找一个趋势稳定的视野 一个永续赚钱的方式 如您还口云不知道如何抓住这波商机 接下来会让您的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 互联网冲击导致很多传统生意实体店和公司关门倒闭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 于号春笋般出现大批的 微商 电商 直销员 资金盘 拆分盘 电子股等 鱼龙混杂的理财项目 导致众多创业者 没方法 没客户 不会推广 不会讲解 不会管理团队 被拉黑 拒绝 质疑 调侃 产品没销量 收入没保障等等 最终导致失去信心 失败放弃 这些瓶颈到底如何突破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还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今天的世界 是个变化的世界 三十年 三十年以前 我们谁都没想到今天会这样 谁都没想到 中国会成为制造业大国 谁都没想到电脑会深入人心 谁都没想到互联网在中国会发展的那么好 谁都没有想到 淘宝会起来 谁都没想到 Nestbook会倒下 谁都没想到 雅虎会有今天 这是个变化的世界 我们谁都没想到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里 继续倡向未来 我们大家都认为 电脑够快 互联网还要快 我们还没 拿掉了所有的机会 十年以前 当我们看到 无数的伟大的公司 我们也曾经迷惘过 我们还有机会吗 但是十年 坚持 执着 我们走到了今天 假如不是一个变化的时代 在座所有的年轻人 轮不到你们 工业时代 是轮支排辈 永远需要有一个rich father 但今天我们没有 我们拥有的 就是坚持和理想 很多人讨厌变化 但是 正因为我们把握住了 所有的变化 我们才看到未来 未来三十年 这个世界 这个中国 将会有更多的变化 这种变化 对每一个人 是一个机会 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很多人埋怨昨天 三十年以前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 谁都没有经验 世界发展到今天 谁都没有经验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昨天 但是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 是我们今天这帮人决定的 改变自己 从点滴做起 坚持十年 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感谢这个变化的时代 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 因为在别人抱怨的时候 才是你的机会 只有变化的时代 才是每一个人 看清自己 有什么 要什么 该放弃什么的时候 参与阿里巴巴的建设 十四年 我荣幸 我是一个商人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 但是很遗憾 这个世界 商人 没有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 商人 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唯利是图的一种时代 我想 我们跟任何一个职业 任何一个艺术家 教育家 一样 政治家一样 我们在进自己 最大的努力 去完善这个社会 十四年的崇伤 让我懂得了人生 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艰苦 什么是坚持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别人成功了 才是自己的成功 我们最期待的 是员工的微笑 从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 我将不是CEO 从明天开始 商业 就是我的票源 我为自己 我为自己 崇伤十四年 深感骄傲 看到你们 看到中国的年轻人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这些人 再来一个 治我们失去的中年 在世界 谁也没把握 你能鸿胜五年 谁也没有 可能说 你会不败 你会不老 你会不糊涂 解决你不败 不老 不糊涂的唯一的办法 相信年轻人 因为相信他们 就是相信未来 所以 我在 我将不会 再回到阿里巴巴做CEO 要回 我也不回来 因为我回来 也没有用 你们会做得更好 做公司 到这个规模 小小的自尊 我很骄傲 但是 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这个公司 才刚刚开始 所有的阿里人 我们都很兴奋 很勤奋 很努力 但我们很平凡 认真生活 快乐工作 我们今天得到的 远远超过了 我们的付出 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纪 希望这家公司 走远走久 那就是去 解决社会的问题 今天社会上 有那么多问题 这些问题 就是在座的机会 如果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再做 阿里人 坚持 为小企业服务 因为小企业 是中国梦想最多的地方 这里 14年前 我们提出了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帮助小企业成长 今天这个使命 落到了你们身上 我还想再为小企业讲 人们说电子商 互联网 制造了不公平 但是 我的理解 互联网 制造了真正的公平 请问 全国 各省各市各地区 有哪个地方 为小企业 初创企业 提供税收优惠 互联网 给了小企业这个机会 有些企业 三五年内 享受了五六个亿的用户 他们呼唤 跟小企业 共同追求平等 小企业 需要的就是 五百块钱的税收优惠 请 所有阿里人 支持他们 他们 一定会成为 中国将来最大的 纳税者 感谢各位 我 将会 从事一些 自己 感兴趣的事 教育 环保 当成那首歌 Heal the World 这世界 很多事 我们做不了 这世界 奥巴马就一个 但是太多的人 把自己当奥巴马看 这世界 每个人做好自己那份工作 做好自己感兴趣的那份工作 已经很了不起 我们一起努力 除了工作以外 完善中国的环境 让水清澈 让天空 湛蓝 让粮食安全 拜托大家 我特别荣幸 介绍 介绍 阿里未来的团队 他们和我一起 工作了很多年 他们比我 更了解自己 陆赵喜 工作了13年 在阿里巴巴内部 经历了很多岗位 经历了很多磨难 应该讲13年 眼泪和欢笑 是一样的多 接马云这个位置 是非常难的 我能走到今天 是大家的信任 因为信任 所以简单 我相信 我也恳请 所有的人 想支持我一样 支持新的团队 支持陆赵喜 想信任我一样 信任新团队 信任陆赵喜 谢谢大家 明天开始 我将有我自己 新的生活 我是幸运的 在我48岁 我就可以 离开我的工作 在座每个人 你们也会 48岁之前 工作是我的生活 明天开始 生活 将是我的工作 欢迎陆赵喜 都在座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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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座每个人